先不要多开枪 先给子弹 你先注意敌人行动 是 二团阵地 敌人前进了多少米 报告市长 敌人只在原地上开枪放爆 并没有前进 他们来了这么多人 只要一个冲锋 我的阵地就够强了 为什么不冲锋 这里有名堂 赵姐 你的面可真大呀 你的腿伤手术后 现在已经好多了 这么重的伤 要是换了别人 怕是早就不行了呢 要是换了别人护理我 我可能真的早就没命了 谁能向你这么尽心截裂 你救了我 赵姐 其实真正关心你的人 不是我 是于姐 于芳琪 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于芳 比亲姐妹还亲呢 日本医生给你用神经药物 让于芳把药给换了 不然你会更造罪的 你要不要见一见她呀 千万不要 让她离我越远越好 吴警长 吴警长 严严 出去 严人需要我护理 住 走 姑娘 没事吧 怎么样 周女士 你恢复得很快呀 我们把你送到 北漫最好的医院 不然 你现在恐怕就不再认识了 我说过 你的生活会很美好的 这回你相信了吧 我一直都相信 我们中国人 会有美好的生活 但前提是把你们先赶出去 你错了 我们来到中国 就是为了攻减王道乐图 这么大好的事情 你们却对我们误解 腐顺的平顶山 有三千老百姓死于机枪之下 大黑山的老少妇如葬生火海 柳河县白家团 惨案制造了无数冤火 这些不是误解吧 那都是主匪的故事 如果没有土匪 我们也不会杀人 有些平民 受到波及 这也没有办法 应该理解 反抗你们的侵略 倒成了土匪 在别人家杀人放火的强盗 倒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 真会颠倒黑白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 叫无耻 赵女士 我看在你是知识女性的分上 我特别不想对你动粗 也反对把酷刑拥在你瘦肉的身体上 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诺解 我是很讲道理的 你不想听一听吗 道理 那我倒是可以跟你讲一讲 其实游巨队这种绽放 对普通百姓是最大的恶梦 军队很难分清 哪边是平民 哪边是无赚人员 这才招成了对平民的伤害 你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吧 为什么不像李将军学习呢 我敬佩你的学识 可遗憾的是 你鱼目混珠 美国的南北战争 本就是北方为了废除奴隶制度 而发起的战争 作为南方统帅的李将军 他本就是非正义的一方 他选择投降 那是弃暗投明 更何况 那是人家本民族之间的战争 是人家的家里事 而你们 是一群闯到别人家里 来杀人放火的强盗 你敢说你是正义的吗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 你带领一支日本军队 到美国去 看看李将军是否会投降 你只知道李将军 不知道还有一个美国人 他叫帕特里克亨利 他说过一句话 不自由 勿宁死 我希望你能记住 我不是来听你教训我的 你选择死 没那么容易 你说 还是不说 强迫别人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都是野蛮人的刑警 负责审讯赵一曼的日本军官大爷 为了获取所需情报 一边以药物治疗维持他的生命 一边软硬兼施 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战术进行逼供 每次审讯赵一曼总是坚定地说 你们不用多问了 我的主意就是抗日 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 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 我有我的目的 我的主意 我的信念 追 下去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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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人来了 快掩护 我进场吧 是 进来 总指挥官 我回来了 找一万怎么样 太难查了 说好听的不听 来应得也不行 刚长好的伤口都让我踹崖了 人都疼灰死过去了 就是不张嘴啊 要我说 把他毙了算了 你还能做什么 是 总指挥官息怒 要不然我再回去口问 你问他什么 我 赵尚志在哪里 李赵霖在哪里 游击队友在哪里 现在问这些问题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们可能 比赵一曼更清楚赵尚志 流算到哪里去了 可是我们找得到他们吗 我们捉得到他们吗 这种没有价值的口问 只能说明你无能 是 像赵一曼这样的人 他活着非常重要 他必须向我们大日本帝国低头 这就够了 要一个共产党的政委 供出他的同事 他会有负罪感 但是 只要他表示悔过 不再抵抗大日本帝国 这就容易多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让他好好养伤吧 是 小薇薇 你哭什么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你 刚刚见好了伤口 这次更恶化 你这距离怎么瘦 不 走 结获杨景宇给医师的信 报告司令 结获杨景宇给医师的信 看看看看 杨景宇上头了 令令 回宫老徒顶的一团二团 只留下一个连进行阳攻 其余的 马上赶到黑鹰嘴埋伏 是 一团二团 跟我来 少本梁果然撤走了部队 我们突围吧 再等等 军长说了 十点钟准时在帮水台集合 然后好牵着少本梁的皮子走 放弃 放弃 大姐 你怎么来了 我是医生可以来看病人的 这门口的警察也没拦我呀 咋又把人给打上这样 骨头还没有完全整好 这次又断了 靖州怎么样了 她已经能在别人的帮助下走路了 你放心 我一定要治好她 别告诉她 别告诉她我现在这样 她现在好激动 我还没敢跟她说呢 好好照顾她 也好好保护你自己 千万 千万 记住大姐的话 大姐 你好好休息 一定要好好休息 我给你用最好的药 别再来了 别再来了 免得警察怀疑你 原医生 你可以多待一会儿 安慰她一下 我只是医生 尽我医生的责任 余医生 我看得出来你们是朋友 她这个时候是需要朋友的 我不认识她 余医生 我知道你在提防我 我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我是不会去告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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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vel europé 老太 爱 这个图 我的亲笔信说 十点钟发起攻击 亲笔信 亲笔信 我的亲笔信是假的 他的亲笔信 会不会也是假的 这要是假的 我又白麻烦了 也让身边这几个小鬼子 笑话呀 这可怎么办哪 放开 放 放开 放什么 杨靖宇已在 已经在老土顶 顺利突围 我一团二连 全体杀身成人了 杨靖宇呢 杨靖宇和一师 在望水台会合 向关净团逃窜了 上当了 给我追 给我追 弟兄们 要转马头 给我追 他就是跑到天边 您给我追啊 上 快追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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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确实 上 隆确实 隆确实 可以 告诉他 把一些没用的东西 沿路扔下去 啊 明白了吗 啊 我明白了 好 走 快 快走 那后边没用的 沉多扔了你们身上 走 没啥用的都扔了 哪儿是多沉呢 等一下 等一下都扔了 全部都扔了 对 这也扔了 快 笑一个给大姐看看 小妹妹 你笑起来 真好看 大姐就喜欢看你笑 姐 不许哭 不许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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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杨敬宇所部扔下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 杨敬宇现在已经是 溃不成军了 你看看 连胃脑袋的锅 都扔下了 能这么肯定吗 肯定啊 虽然杨敬宇耍了点花招 把历城县的医师 给救出去了 可这些日子 咱们穷追不舍 他们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够他们强 看什么 消灭杨敬宇的日子 指日可待 就是不远了 那就继续追 追追追追 弟兄们 多往死里追 不能给他们有喘气的机会 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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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追上 告诉大伙 一时向左 二时向右 爬到山顶就地埋伏 是 是 二十 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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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 知道咱这几天 走了多少里路吧 不知道啊 一千多里路呢 也不知道咱走还是不走了 不走了 在这儿 就是我们给邵本良送葬的地方 大家原地隐蔽 隐蔽 隐蔽 是 隐蔽 走 走 这儿 这里的地形非常鲜利 和杨敬雨上次伏击我们的地形类似 这一次我们可不要再吃他亏 不会 你想啊 一路上杨敬宇已经溃不成军 丢亏谢家 我们这四条腿走路 都累得腰酸腿疼 他们两条腿在前面跑 不累死也得吐了血 这么高的山上不去 可是杨敬宇他是个憨匪 我们不能用平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们 师兵 到 你过来 冷吧 来 穿上 不敢 穿上 是 戴上镜子 把帽子给我 好 去 提上我的战马 是 四六 你是在哪儿踢身 然后便于逃跑 是吗 秋田老爹 你误会我了 我跟杨敬宇不共戴天 如果他真的设了埋伏 我就得身先士卒去冲锋 在他不注意的时候 吓死我把他杀的 明白吗 高副官 走 出发 是 全体出发 赵本阳所布 信全部清了我们的部位宣了 发信号 是 可以的 这一次一定要重点领住少本梁 绝不能再让他跑了 明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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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不准备 快撤 宋阳静瑜埋不了 冲啊 不要让少爷逃了 冲啊 兄弟们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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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们长官吗 这不是我们长官 这是他的提神 那他跑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他受伤跑了 长官饶命 长官饶命 快 是 是 真的少品良跑了 这是个假的 仔细找找啊 那个秋田的尸体 是 要是这个日本鬼子死了 我看少品良 就是跑回日本那儿 也不会有好日子 分流找找 是 不过 你怎么会有个人 你怎么会有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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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也 运也 命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伤口痛吗 伤痛能忍 伤痛要命啊 总知道管 我也想找你报告 我为啥会全军覆没 朕都怪秋天大作这颗顾问 我说有埋伏啊 他竟然下命令逼着我走进山谷 你看看 这才中了杨景瑜的轨迹 总知道管 我请求将秋天大作凋理我不 不 我敢保证一定能歼灭杨景瑜 一定 秋天军 确实没有你那么多的算计 到日本皇军 也不会找一个人替自己去死 他已经遇碎了 不要再提他了 向秋天表示哀悼 好了 好好的 好好休息吧 要不要下 邵本良带着一身伤刚到奉天 就被送进了奉天陆军医院 实际上就是将他软禁起来 既不许家人靠近 也不许部下探望 奉天日本宪兵队命令日吉医生 将邵本良堵死在医院 邵本良这个曾经夸下海口 由我邵本良就没有杨景瑜的民族败类 终于彻彻底底输给了杨景瑜 他卖国求荣 理应落个不得好死的下场 不好意思 是 来 司令 应该吃药了 我没病 我吃药了 我吃药了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干啥 你们要吃药 我没病 吃药 我没病 我没病 你们要干什么 你这样啊 我还要找杨景瑜 你们不得这样对我呀 不得这样对我 不得这样 我这帮小鬼他 怎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 撤销满洲升位了 对 要分别建立北满 南满 吉东等四个省委 执行中央的精神 满洲省委撤销之前下发了这份文件 要各地在新的省委没有建立起来之前 按照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吉东周保中那儿传达到了吗 这消息首先就是从吉东那儿传来的 省委的李书记他也在那儿 准备回关内了 吉东的周保中军长正在筹备建立吉东特委 这就是说新的省委要在各地自己筹建 中央部派人来了 对 中央就是这个精神 可是我们北满怎么办呢 赵商之军长就不在 我从吉东过来时路过了下江地区 已经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赵军长了 他建议你尽快去康远 在那里研究六军进军 同时也研究新省委的建立问题 好啊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以东北反日联合军领导人的名义 发表了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要求废除 东北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 一律改成为东北抗日联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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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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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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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月 中共满洲省委撤销 随后 中共南满 吉东和北满省委成立 各领导所在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 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和抗日游击区建设 2月10日 统一改为 东北抗日联军 各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北抗日联军 是东北人民抵抗日寇的主力军 东北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三九 收剧 什么案子 我看那像像是游击队 一个女人长得也不重 还能干那个 你认识她 不认识 谁认识她呀 这么秀几个地道这里 那就算完了 那还不一定 要真是共产党 兴许可能有横廓 有得哭得是 你认识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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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带 是满丹江崖岸的主龙沟地区 翻了这座山 就到满丹江了 这么说 四军李延禄就在这一带了 是 刚才我问了个老乡 他也说在这个位置 看起看连部队了 近在眼前 远在天边 走不动了 歇一下 元毕修据 团队 元毕修据 连长 咋 看你这些有什么心事啊 要杀心腹 你不知道 自当你从竹河回来 我就没睡好个觉 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 做得不对地方了 你该批评我就批评我啊 你别什么时候就憋在心里 你这样容易变换身子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 撤退还让人家赵一般掩护你 明白这凶多技少 我那不担心吗 我也想掩护来着 可赵大姐她说什么也不干 我见不过她 行了行了 你说这话我信 大姐是老党员 在这危难的时候 她绝不会退下来 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可我总觉得这次 他够强 我回去接打行不行 那推过来好去 那那行啊 你不是让李肇林和四军会合 你们一起去汤圆吗 那现在李肇林肯定和四军军长 李延路在那儿等着你呢 你的分析 李肇林和李延路见面了 那是肯定的 李肇林办事不忙 那是真稳的 是 他们在等我 让他们多等两天 叫这么定 我回去 起来 起来 往中央方向出发 那说好的事你这样不行啊 没什么不行的 你知道大姐的消息 我连饭都吃不下去 前队变好队 出发 你这准他们身上去听讲 开门 二人堂堂 来日本帝国的军事 人民帝国的军事 你哪里的女孩 说不话 我必须争论 你根本身上去 都不想有 人家 你 生命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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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官 讓我來 不 如果她是女人 一定是弱的地方 我會去 是 不 我會去一人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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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ruptcy 緊發生 追 快 快 快 改 2 3 4 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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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赵女士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镇定 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 在这一点上 你很像我们日本人 如果我们不是处于敌对双方 我一定会非常地敬重你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但是 遗憾的是 我们现在不能再来